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巴南 这期节目我都把语速放慢 把表情调整到比较严肃认真凝重的状态 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怎么回事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呢 登了一则消息 标题是北京市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二级巡视员黄绍华 接受审查调查 翻腐白以来各种各样落马的官员多了 你是个巡视员 而且二级接受审查调查 这多大个事啊 但是千万不要轻视这则一句话的行为 信息量很大 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二级巡视员黄绍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括号北京市纪委监委 这么重要的消息只有13个点赞 这是2022年10月27号的消息 今天是11月19号了吧 这么短的新闻 这么少的点赞 这么久了 这个消息没有传播开来 可能是个什么问题啊 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剧委会中心理论组在讨论这则新闻的时候 老同志一直表示 我们应该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因为这是维护政治安全 保证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老党员老干部们说 这个被抓的干部二级巡视员 他们叫他黄二 如果他仅仅是腰带问题 口袋问题也就罢了 因为基本上这两大类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贪腐 人性弱点克服不了自己 但问题在于这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有个微博大V叫监制彭丽虎 他透露信息说今年元月 国家某最高司法机关聘请金顿影视中心主任 为影视发展顾问 这个刚刚被抓的二级巡视员黄少华 竟然通过网信办 向某司法机关打电话发密函 老百姓姑娘子一般不用这词密函 密函说这个金顿影视被禁言 他不适合做你们单位的影视顾问 机关的领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经过认真的甚密的研判 认定这种做法带有诽谤污蔑性质 不论你以什么名义你发这个东西超越了职权范围 属于越权的行为 而且这属于干预司法部门的正常行政 所以没有删除有关新闻 也没有取消这个聘书 坚持住了原则的底线 这段文字叙述的信息量有点大吧 一个办公室的二级巡视员 能够以某国家机关的名义 而且以密函的方式 秘密函的方式 向国家最高司法机关陈述不识信息 这事看起来不是个腰带问题 不是个口袋问题 他是一个人在战斗吗 用着一个老词叫冒天下之大不伪的行径 他图个啥呀 这个二级巡视员呢 他有一种能量啊 在网上他可以随便封人的号 如果你就是想封一个人的号 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啊 这不是舍尽求远吗 是人民名义动了谁的奶酪 引发报复性反弹 会不会呀 但是这个节奏上不对 因为苏利军团伙里边的那个叫王立科的 送小海鲜的 他不是早就被控制了吗 不知道判了吗 所以依我呀 这么一个退休老头的智力和经验 我现在我不足以判定这是个什么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接到局委会中心理论组的老同志也说不清这件事 所以 向知情者请教 向高明者请教 据网络一些大为揭露说 这个黄少华呀 他腐败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在网上他做的那些违反政策的事情都是打着别人的旗号 比方说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交代 这是领导交办的 赶快落实吧 他的嘴里说出来的 他说是领导交办的 哪个领导交办呀 没有 也不敢问 于是这个黄少华就可以在网络管理中用这样的手法不断的谋起私利达到个人目的 他随便封杀账号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在网络产业扶持利益集团代理人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 大家千万别误会啊 这段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网络其他的大V 在揭露黄少华违法行为的时候公开这样讲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具体出处 大家都知道直播带货一段时间非常火 火到有的人每天上亿乃至十几亿的销售额 天哪 这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团队 人家努力 人家运气 人家长得帅气 人家漂亮 但是直播带货行业不少创造奇迹的播主 以及他们背后的团队 可能少不了像黄少华二级巡视员这种网络管理系统 大权在握的人 保驾护航 他可以让你日进抖金 也可以让你停业整顿 二级巡视员黄少华 往往一句话都能搞定 他也因为搞定搞定搞定最后自己搞不定东窗事发 现在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抓了这个人呐 你在外边 那孙立军多厉害呀 王立科多厉害呀 都不可一世啊 但是进去就老实咯 进去态度就变了 所以现在呢 如果你不杀住这种网络管理腐败分子 这种无法无天的暗箱操作手段 如果任由他们用这种没规矩没法力 随意呢 用领导交代的这种东西 当党箭牌 违背党的方针呀 而且他做些呢 藏够闹屋伤天害理的事情 造成多恶劣的影响 所以说到这些事情 我是犹豫了半天 我才决定做这期节目的 我现在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 主要是我们居委会中心理论组 大家讨论的认识 有那么几条说给大家 大家看看有什么补充意见 或者有什么批评意见 第一条政治制度啊 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类的组织 策划颜色革命 往往从所针对的中国的政治制度 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 他们大造舆论 他们大肆渲染 他们煽动了搞街头政治 而我们体制内的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 则直接导致我们的工作出现漏洞啊 这东西啊 是被敌人拿去利用的 问题还不在于黄少华 口袋里揣了多少钱 是你这种行为腐化了党 分裂了党 敌人用这一点来打击我们 第二条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深刻的改变了舆论生成和传播方式 改变了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 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 最前眼请那些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人看看这则新闻吧 体制内的蛀虫如此惊心动魄 第三条 一些组织和个人在网上不断变换手法 歪曲丑化党的历史和伟大世界 攻击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干嘛呀这是 争夺人心呗 争取群众呗 破坏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 说到底这是笼络人心呐 争取人心 搅乱人心 黄少华这样的人潜伏在体制之内 他手脚不干净 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帮助敌对势力收拾人心 第四条 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 说到底呢 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 所以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在这场斗争当中赢得胜利 要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 我们虽然都是些退休老头老太太 但是关系实施政治 这么老了 老天八地了 老妈咔着眼了 那也得琢磨干点啥 有人警告 我说司法男 黄少华这事你要敢说 我敢撂你被消耗 我不信 在我们的体制之内 有黄少华这样的人 也有芦苇那样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能成气候吗 芦苇被抓了 认罪态度很好 黄少华也被抓了 虽然这事还没撂听 就是没有最后话句号 但是黄少华被抓 以及和黄少华有牵连的某些人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 假如司马男真的因为这期节目被消耗 我认了 但请大家相信 我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来讲这个问题 说到这儿想到一个细节 我本来想的对我们这个二级巡视员 黄少华多一点了解 我就上网搜他相关信息 我一张黄少华的照片没搜出来 那有人他根本就不上网 在网上没留些什么痕迹 但他是二级巡视员 他是管理网络的 他在网上有让你死就死 让你活就活 让你发财就发财 让你亏的底料就亏的底料 本事啊 这种人把自己的面目全部遮掩起来 这是个什么问题 哪位有本事在网上搜出黄少华 我先表示佩服 好感谢收看再见